Odia Jungle 中毒的物质生产于美国 并在那里获得了化学武器的专利 4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发生在英国地盘上的俄罗斯前间谍中毒事件 本来是英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事情 但事情发生后 美国竟然破天荒地为英国当打授 英国仅仅驱逐23名外交官 美国竟然驱逐了60名外交官 如今爆出间谍中毒案的毒脊产自美国 人们终于不难理解 美国为啥要为英国充当打授了 美英关系确实特殊 但自从美国经济超过英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近百年来 在美英关系中 美国一直是主子 英国一直是跟班 特别是近几年十几年来 随着英国日渐没落 美国更是可以随意使唤英国 英国俨然成了美国的狗腿子 即先锋 帮凶和打授 远的不说 就说最近美国空袭叙利亚 英国是最先表态支持并参与的 虽然英国有自己的小算盘 但英国之与美国的奴才嘴脸展露无遗 英国新甘情愿为美国充当打授 理所当然 美国新甘情愿为英国充当打授 史书罕见 当世人得知间谍中毒案毒计产自美国后 不少人惊呼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 在间谍中毒案上 并不是美国为英国充当打授 而是美国不打自招 做贼心虚 早就在想办法掩盖真相了 目前 间谍中毒案的主角 一人已经出院 一人已经清醒 这本来应该是查清问题的关键环节 但英国方面此前透露 将把间谍中毒案的两名主角 斯克里帕尔提起女儿尤利亚移民美国 让她们去得美国国籍后 在美国过隐居生活 那么谜团来了 第一 斯克里帕尔和女儿为啥离开英国 移居美国 难道英国将她们的油水砸干后要赶走她们 第二 斯克里帕尔是俄罗斯前间谍 为什么不让她们妇女回到俄罗斯 第三 斯克里帕尔移居美国 为啥要让她们过隐居生活 难道要封她们的口 然而这些谜团 在有了间谍中毒案毒计产自美国的消息后 已经不是谜团了 地球人都知道答案了 早就有媒体指出 间谍中毒案迷雾重重 很可能是西方国家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现在看来已经真相大白 这是一起英美共同策划的抹黑俄罗斯的事件 然而 英美没有将俄罗斯抹黑 而抹黑的是英美自己 俄罗斯的牌子 反而被英美擦得更亮了 毛开